朋友们好啊 继续和大家分享 新版的实帅实说 我们昨天说 长征结束 到抗战之间 毛主席在陕北 在窑洞里怎么样悉心的调教林彪 栽培林彪 重用林彪 那么到了1937年 7月7号 路不桥 事变宣告 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那么国共两党 再度合作 共产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 改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 下辖三个师 这三个师里 120 129 115 实力最大 战力最强 人数最多的是中央红军 加上 陕北红军 再加上 徐海东的 原十五兵团 十五军团 一起组成的 八路军地 115师 115师下面 两个满园齐庄的大旅 33旅 344旅 师长是谁啊 别人想都别想 那就是 菲林彪 莫属 那么大战既开 常凯深人同学说是 第五分南北人 五分老幼 决心非常之大 但是呢 这个决心呢 就体现不到战场上 这国民党基本上是一窥千里 啊 华北危在旦夕 啊 第八路集团军啊 第八路军逆势而上 啊 林彪的115师可以说一马当先 从陕北往山西前线去 然后路上遇到的从前线溃碎下来 国民党兵 你们有飞机吗 没飞机 没飞机你们来干嘛来了 送死啊 有大炮吗 没有大炮 没有大炮来干嘛 那真是做鸟兽散 国民党 国民党兵 就是这个 怕这个日本人 怕到了他妈的 怕了八年 一直到1944年的时候 那他妈的全世界反反义战争 都进入到大反攻阶段了 这个 得一日 已经是日暮西山了 都到那个份上的时候 整个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 都摧呼拉朽了 啊 同盟国这边 啊 是同盟国 哈哈 这个 唯独有一井 就是中国战场 这一井 这一井就是 唯独在中国 日本人 几万人马 从华北 一气打到 中南 打到广西 打从大陆交通线 把几十万国民党兵 跟兔子一样的念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国民革命军里头 有这么一序列 就是第八路军 逆势而上 三七年改变完之后 啊 一一五十一马当先 林彪啊 林彪这个人对自己 他是很自信的人 甚至林彪对于军事上的自己 还颇有些自负 应该说 啊 军神啊 啊 林彪曾经有个自评 他说他自己有什么最大的优点呢 他不下很多人问他 林总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 哈哈 军事上或者什么的啊 林彪怎么说 林彪说 要说我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一条 我绝对不把一场好仗的机会 给搞砸了 哎 你看林彪这话说的特朴实 但是呢 哎哟 这可真是 可不是谁都能说的出来了 绝不把一场好仗的机会 给搞砸了 啊 这就是需要本事咯 是不是啊 尽管出师之前 八路军出师之前 毛主席曾经有过专门的交代 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战术原则 给各三大主力 这个这个主力师都已经传达了 什么呢 就是八路军出师的作战的原则 啊 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打兵就打 打兵就走 以山地为依托 是这样的一种打法 对于这种这个作战的原则 林彪呢 应该说在战略上 他是认同的 这一点上林彪在战略上 跟毛主席他没有什么 疑义 暂时 用他的话说 不把一场好仗的机会搞砸了 只要发现了要打好仗的这样的战机 这样的机会 林彪就一定要 把他弯出花来 那么 大军出动 到了平行关 一看地形 这林彪的眼睛就亮了 于是这个小林彪就再一次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就像第四次中央苏区反面角一样 当机立断 就地设斧 平行关一战 灭了一千多鬼 取得了抗战正式爆发以来 中国军队的第一场胜利 当时怎么唱 首战平行关 威名天下阳 一夜之间 林彪就成了名震 华夏的这个民族英雄 那捷报都飞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林家大湾了 都飞到了林彪他老家了 当地的国民政府什么的 基层政权 委县长什么的 那都得上林家大湾给林老爷的道贺 林玉荣 是不是啊 民族英雄 林彪一走十年 几乎有无音信 一下就传来了这个 儿子的这个消息 说他妈的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市长 然后杀日本人 杀出一瓶一万大劫 林家大湾 然后林老爷子当时那 林彪 那么出色啊 林彪 他爸爸呢 也惊得很 林彪的爸爸一听说 他儿子打声仗了 高兴之余 立马就开始担心上 他知道 日本人按现在这个态势 早晚打到我们老家来 打到我们家来 我儿子他妈是林彪 那我们他妈 就等着挨枪子 立马就开始 琢磨着 收拾家当啊 什么就准备着 去逃荒 要离开家乡了 啊 我相关的章节 我们再讲啊 林家逃难时 听音官打完了 紧接着杀姓正憨的这个林彪 又带领了一个旅 三四三旅 再度于广阳设服 又灭了一千多日文彪 了得 当时国民党上下 国民政府上下 朝野内外应该说 那怎么呢 震动大发了 大家就感慨 就感慨 那么一个事 就黄埔四七 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人 哈哈 啊 不得了 不得了 不仅在战场上进攻立业 啊 杀敌立功 林彪 作为有着战略思想的 有着 这个 极高的政治素养的 这个天才的军事家 三十岁 你想那样 三七年就三十岁了 打仗之余 还纵了 五周风云 几仗下来 小林彪就开始 在这谣动里头 什么就开始分析世界形势 他可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诗打几仗 我就拉倒了 他给这个当时巴勒军总政治部的主任任毕石写了一封信 在这个信里头林彪预言了天下大事 林彪给任毕石的信里写了什么 林彪说苏联单独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看这是一九三八年年初啊 三七年年底三八年年初的时候 这林彪就有这个见识 苏联单独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 单独太平洋战争也是少有可能的 英法出兵到中国与太平洋上打日本是不可能的 英过不得地中海和红海 路也太远了 英法对日进行经济制裁是可能的 这是他的分析列强 会取什么样的对日态度 他认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英法等国将联合起来 对付这个德一日这个轴心国 而这就是世界大战 这就是世界大战了 林彪说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 中国应该坚持打到底的方针 使此战蔓延成为世界大战 成为世界大战的时候 中国才更能够胜利 世界革命也可以趁机发展 并取得胜利 你说这林彪当时 这小孩你说了得吗你说 他还预测了日本的动向 他说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是一举灭亡全华的 而是逐步惊吞的 该如此才便消化与对付国际上的忌妒 因为列强都有利益在话 林彪说在日本适可而止的时候 他甚至将以占领的地区一部分 退还中国以诱惑中国的分化 那时将是国内时局的紧要关头 我们应该准备对付那种关头 反对公开妥协投降 反对表面上虽不合 但实则不占的局面 而应主张反攻敌人 在目前的阶段中 国民党是会继续抗战的 但局部的降敌仍可发生 你看这林彪 你看看林彪的一些预言 日本的动向和国民党 国民政府 国民党当局会采取的一些 对日的这个态度和战略选择 包括局部的投降 你看他分析的准不准 后来的历史是不是都应验了 都验证了林彪这个预言 这是林彪做的战略层面的分析 你说这预见 不得了吧 那么看着自己爱徒的成长 看着这个林彪在战火中一步步的成熟 格局越来越大 越来越能够这个站得高 看得远 胸怀全局 你说毛主席 那能不高兴吗 哈哈 但是 谁都没想到 乐极生悲 我们明天接着说 谢谢大家 已经说了 好 来 门